哈喽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了 今天我带两个朋友过来 看一下这个门面 他们两个也想摆他们的小蛋糕 然后刚好这个门面又在转烂 那个老板是我的一个姐姐开的 现在是姐夫在里面看 他就说 整个门面只要六万块钱转烂 我好行动 因为我进去看了之后 但是我心动我也 我也觉得可能我有点管不了这么多 然后这两个门女呢 我就问他们想不想干 他们两个也有一点印象干 但是呢心里又没底 因为从来没做过生意嘛 话不多说 我们先去看一下里面怎么样吧 六万块钱的一个门面总装 看一下怎么样的 然后前面是学校 前面是五中 里面有从小学到高中 有几千个学生吧 从这边过去的话 他就集三个小店 只有三个小店哦 你看我原来到那个 一碗小二碗小那边都是很多小店 很多摊贩 所以我为什么心动就是这个原因 来来来来 快来看 进门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卖早餐的 你看这些设备全部在这里 还有他这边可以煮饭 然后这里是一个文具柜 这边呢 就是冰柜 卖水 卖冰棍 这样的 这个收银台 这边呢 全部就是货架了 本来这些货架 它是摆着很多副食的 他们因为没有时间来管理呢 就副食也不再进货了 又想转烂了嘛 这边就是学生们穿的袜子 还有这些生活日用品全部都有 这是玩具 水杯 你看这些东西 好多好多东西 你整个门面看过来 什么东西都有 反正它整体全部算在里面了 是六万块钱存了 里面还有呢 里面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啊 它里面就是可以在里面住 哦那边开门 在那边开门 这里面就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储藏室嘛 比如我们进货过来 这边就可以 对 做仓库的 然后里面还可以放床 可以在里面睡觉休息的 可以啊 等于这一个垫子搞下来的话 就可以当家一样的 一边照看小孩一边住的那种 但是呢 我确实是没有时间 这个五中这边离我们家有点远 也不算远 嗯 十多分钟的路程 我就想了一下 就跟两个美女商量 他们因为 我一下子 说头六万块钱 他们两个没底 没没开过店嘛 但是有一个是 呃 里货货的在超市做过里货员 有一个在超市做过收银 我是有这两点就够了 是吧 对 我问一下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你们怎么想的 我们两个只要留你在就放心 哈哈哈哈 这么说 这有信心 现在我们三个决定这样搞 我们三个一起来做 我呢就反正我们两个一人 三个人一人出两万 先把这个门面搞下来 然后呢 因为这个老板他在 市中那边也有门面嘛 我们就去那边去跟他学 一个卖早餐 就就这种店子哦 就学校门口店子 就是一个卖早餐 一个卖晚餐 就是他们下课的时候 就这两个时间段最忙 中间的时间都可以多多休息的 然后他们两个宝妈 你也带着孩子 是吧 是的 他们太没 他们没底 我也就底了每个地心丸 他们两个是他们的 坚强后盾嘛 我就说 我要是没空的话 那就他们两个来看店 我们就到年中的时候分红 然后平时呢 他们两个在这边的多呢 就开工资 然后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到这边来照看这个店子的话 就我的工资就就不能算 大家觉得这样好吗 反正你们三个商量好了就可以了 他们两个想做 但是他们就说也又也是 怕 对呀 没做过省力 在买新房 也在装修当中 一下子拿不到多少钱 我们就尝试做一下 可以 真的 我不说假的 我要做我就做了 但是我今天又跟那个桂林烘焙那边 交了2000块钱 定金说去学嘛 哎呦 尽量在这几天时间 把这个搞起来 我就放手留给他们干 后面我再找时间过来 多多跟他们一起经营 是吧 嗯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好 这仓库里面还有好多宝贵可以卖的 他说全部给我们了 什么都不拿回去了 全部给我们 你看这闪都有这么多把 好多闪 你看这些都是货的 筒啊盆啊 这个衣架全部都是货 对呀 这么一盆 嗯 这里还有这个什么大摩机 这个是货架的那个东西哦 什么东西跟不掉的 嗯 这里都是东西 新银都是可以卖的 这个 哇小孩子那些东西 还有这些 你看 这个都值钱 这一个几十块钱的 啊 你看这个这个热狗鸡烤肠鸡 这个是那个炸的 哇 这个 6万块钱搞了搞了搞了 你们觉得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主要是我跟你讲 如果是我一个人搞 我都愿意 但是你们两个我要 要你们付 要要你们一起合作 你们才用心做是不是 大家看 这东西都还是新的 这些 刚好又符合了 我喜欢做美食的那种 你看 这里还可以炒菜 那几百亿钱你用到的 你看 对 你能够定了会报温了 这里也报温了 啊这个炉子 买来的那几千块钱 对啊没用过 嘿嘿嘿 这个老板 他说6万我真的觉得可以做 然后 刚才那两个美女呢 他也是带带着娃的嘛 他们两个说回去考虑一下 我说他们考虑他们的 我就决定要做 我明天 让他 老婆就是那个老板娘 他在那边的店那边 早上9点钟才忙完 我让他把忙完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们来再具体的操作两天 让他带我 我相信带一天我差不多就知道怎么做 然后再把后架上空的东西把它补了 虞哥 你只要说支不支持 肯定支持 对 你支持我就有信心做 然后把它做上正轨了 我们就可以请了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自由 就是早上和下午两个时间段 这个老板跟我们都是一个村的 我知道嘛 就是因为 你们两个是一个村的 我跟他老婆又是一个村的 他老婆是我姐的 知道吧 所以我真的很百分之百相信他们 很多朋友说我冲动 我这次就又要冲动一回了 哈哈哈 真的 你看这么多东西 我们做过店子都知道 这么大一个店子 这么多东西 这关货架都几万块钱了 加上这个 关装修那些都差不多一万 他说最开始来这里的时候 全部都是水泥地面的 全部他装修好 装了地板的 几万块钱装修都要 这我都比这么多文具 几千只有没有啊 就几万只嘛 嘿你不要夸张哦 真的 你看这底下还有很多 哦真的 连这边这边全部都是文具 哈哈哈 然后我还看上一个一个点 就是刚才 呃这个姐夫说的 这边都是小孩子来做生意 没有说欠账赦账的 都是现钱交易 我还看上这一点 是吧 嗯 如果是那两个美女不愿意做 那我们去 借一点钱来做 真的 嗯 你看这么多 哇这边还这么多笔 你看 肯定啊 这些东西文具 那一停去念毛笔字 就随便他照了 他想怎么照怎么照 嗯 是吧 你看这球都是一百多一块 一百多一个的 几十块钱一个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回去 明天让老板娘带我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操作的 做早餐呢 还有进一些东西啊 以前我也做过这样的故事嘛 所以我就觉得 可以做可以搞下来 反正只要用心做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 哈哈 本来是想带一卖两个美女看的 现在搞的我都想做了 看一下如果明天他们决定一起做 我们都一起做 如果他们 还是有孤立不想 一起做的话 那我自己搞 哈哈哈 回去 呀炒好菜了 对呀 哇 露露什么 做猪头皮 还有耳朵 那个辣的 辣辣露那个 对啊 哇看起来很好吃 你要吃这个海蜡饭饭吗 对 一天你不吃饭了 我已经在那边吃过了 他们有好菜 不是是我太饿了 哦 你去掉五回来饿了对吧 两条够了吧 好 太多了吧 那吃饱了就够了 不够了 够了这么多 你看你放了 起床了 嗯起床 哈哈哈 刚刚雨哥跟我说一个问题 他觉得这个店也好 就是这个文艺店哦 但是考虑到 如果是三个人一起做的话 一年也没有做 就怕以后有那个纠纷什么的 所以我刚才就跟 跟两个那两个门女妹妹 就跟他们说了一下 就是想 如果是他们愿意做 就让他们来做 如果是他们不愿意做 那就我们来做 如果是要三个人一起 真的怕吵架 怕以后准分多 朋友都做不成 就这样 但是你那个蛋糕 不是水蛋糕 哦 今天一早 我就是本来决定 9号过去水蛋糕的嘛 后面下午就看到 那个铺 我觉得想去做的话 我刚才已经跟那个 水蛋糕的那个店的 那个老板讲了 就说 延期过去嘛 到时候有空了再过去 如果这个一元小蛋糕了 这个热炒过了之后 以后我们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的 学东西总没有坏处 反正先 先定着 我去不去 你学那么多 不觉得累吗 哎呀 为了生活 加上我自己喜欢嘛 我跟你讲 我的营销手段 现在就是 做一些喜欢的小 孩子们喜欢的小东西 可以 半买半壮嘛 一开始的时候 后面再慢慢来 是吧 多留住顾客 哎 吃白菜 吃白菜 吃白菜哈 一天你要不要尝一下 爸爸卤的猪耳朵 我要吃 尝一下味道 没有味道 是脆的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 这个辣不辣 不辣 好吃了 你再拿筷子来吃啊 嗯 吃白菜 尝一下嘛 好吃 嗯 香香的 他还不要再吃点饭 爸爸是越来越 厉害了 他现在也喜欢专业美食了 经常吃 肯定会做一点 看着看会了 不辣 好膨胀哦 我还是感觉好吃 好吃啊 好吃那再有一点 为了生活 我们不断的在尝试 但是这一个生意 是宇哥最支持的 他看了之后 也是觉得可以可以 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一个机会啊 要把握好 哈哈哈 他说还可以 到时候还可以做一点 我做的那个凉拌萝卜 那个用个小杯 像他们那个 这个店 你也要卖给孩子们 一两块钱 反正什么好卖就卖什么了 对花腰腰很多 反正你做生意这么能干 肯定能行的 就是妈妈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这里了 朋友们 祝我们 越来越好吧 明天我们要去学习了 加油加油